各位同學 今天我拍這段影片 就是和你們溫習中二 四個項 如何把它做factorization 我們要做這類型的因式分解 各位同學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知道這裡有個項數是多少 在中一的教學中 我們講得很清楚 一些加好或者減好 一會兒我會給你們一條減好的例題 就會發現一些加好 將它分割了作不同的項數 所以這個叫第一個項數 這個叫第二個項數 這個叫第三個項數 這個叫第四個項數 因式分解的目的是什麼 將會寫成兩個最終 括弧成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這些由括弧寫成的東西 因為將加好收藏在裡面 我們就叫這個做一個項 即是其實因式分解 是將項數降低的一個方法 我們於是乎 就想怎樣可以降低 這個項數 首先 原本有四個項的東西 首先我們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會發現四個項 沒有一個東西 是可以完全 由這四個項都抽到出來 我抽m的話 這個又沒有 這個又沒有 即是抽不到 我抽哪個英文字母都好 都會出現有另外兩個組合不到的 於是乎我們想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不要那麼貪心 不要四轉一 我們中間做一個步驟 四轉二 我們將它歸納了做兩組 首先第一件事 譬如舉個例子 第一個項是mx 我們放第一 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我配my 只是這兩個項 是沒有可能抽到任何相同的東西出來 不如這樣吧 我就不選第二個 我們選第三個my 為甚麼要這樣選呢 因為我知道我選完了之後 我可以抽到個m出來 x加y 出來 後面我們把第二個項抄回一次 ny nx 於是我們抽了 y加x 這裏就叫做兩個項 怎樣去數呢 加好在括弧外面的 是做分格線 將它分成多少個項 前面這個叫一個 後面這裏叫第二個 所以我們就叫這個做第一個項 第二個項 好了下一個問題就會再問一件事 咦 那我們怎樣再做下去呢 是不是不一樣呢 不是啦 因為你會明白一件事 加數很有趣的 x加y 是會自然等於y加x 所以其實它們這兩個項 共有的東西 就是這個括弧 x加y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可以抽 x加y出來 然後 前面還有m 我就抄它下去後面的括號 加好 抄下去 再抄 n 我們就會因式分解到 第一條公式 由4個項 變成2個項 再變成1個項 我們就會完成了這條題目 好了 有時候 你可能同學會立即想到 sir我會面對 減好的問題 譬如我們可能面對 你一條題目 ax-ay-3x-3y 好了 第一樣東西都是那句 這裏有4個項 第一個 減好ay 第2個 第3個 第4個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都是那句 先選了兩個相同線 很明顯前面這兩個會一組 因為這兩個有a 所以抽個a出來 x-y 好了 其實同學們你會明白一個道理 即是說這裏前面那個應該會是x 好了 然後你就會想 如果我抽x的話 這個會抽 減3 但很多同學的困擾 就以為這個是加好 那就錯 因為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們所有東西抽減好的過程 即是說在加好那裏 我們要拿走一個減好 原本的理論是負負得正 我們負號和減好在這裏會同等了 那我們抽了一個負號出來 即是說其實他要剩下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都會變成減壞 所以平時上課老師會教抽負好的東西 裡面的負號加 就會轉減 減 其實就會轉加 你沒有寫到他是加 沒有寫的東西 就自然會是加的 在這個括弧 入面這個位置 好了下一個問題我們要想的東西就是 為什麼要抽到負三 因為我們發現他就會變成 x-y 很多同學寫到加y的 你就會發現 兩個括弧不一樣 不一樣就不可以再做下一個步驟 即我們不可以再抽出來 我們是要相同的東西 才可以再做下一個步驟 但是通常同學們都應該是抽減好的錯誤 你試試到時驗選這兩個括弧 不一樣 你就試試看會不會是 可能抽了一個符號抽錯了 我抽留了一個符號 所以導致我計不到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要寫完一樣東西 抽個x-y出來 最後 a-3 所以 這個也是421 因為 這裡是四個東西 變成了 這裡叫一九 這裡叫一九 好 對回